哈囉,我是無理官員,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 今天我要跟你說回音的故事,以及為什麼你在洗澡的時候唱歌特別好聽, 然後今天的影片有難得的贈獎活動,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一開始先跟大家說一件事,那就是我前幾集不是介紹了 iZotope 的 RX-8 這個很強的聲音編輯器,然後那個時候我說, 如果iZotope 你們看到這部影片的話,歡迎E-mail 給我,好和弦很樂意接你們的業配喔! 然後你猜影片剛上傳之後,我就接到誰的E-mail, iZotope 居然就是給他寫信過來了耶,除了謝謝我介紹他們的軟體之外, 也主動大方的說想要送給好和弦的觀眾兩套價值 400 美金的 RX-8 標準版, 沒錯,只要專心看這部影片,就有可能可以賺到 400 美金囉! 想要得到它的人,記得看到影片的最後喔! 那現在先繼續我們今天的回音的故事! 不曉得你們在洗澡的時候唱歌的習慣,我自己是沒有啦, 不過如果你曾經在浴室或是電梯裡面唱過歌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你唱歌變好聽了,這是因為大部分浴室的牆壁材質都是磁磚, 然後磁磚通常都很硬很光滑,不太會吸收聲音, 所以聲音每次反射的時候消耗掉的能量很少,聲音就可以繼續反射比較久。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在浴室裡面唱歌的殘響時間,會比家裡面的其他空間來得更長, 聽起來就會好像是在唱片中的效果一樣。 那一般用來敘述殘響有多長的方式呢,叫做RT60, 這個RT60 的意思就是一個聲音發出之後, 它的反射的音量減弱60分貝所需的時間。 你甚至可以用數學來算出一個空間的RT60 有多長, 你只要Google RT60 Calculator 就會找到一些計算器, 只要輸入空間的長寬高、牆壁材質、窗戶大小等等的事情, 它就可以算出那個空間的殘響時間。 當然殘響時間應該要多長比較好是要看空間的用途而定, 一般說來演講用的場地最理想的殘響時間大概是一秒鐘左右, 因為太短的話聲音會聽起來很乾,而且後排也會聽起來很小聲, 那太長的話則是會被回音淹沒,根本都聽不清楚講者在說什麼這樣。 那如果是音樂表演用的場地,是要看說你是要演哪種類型的音樂, 如果是演那種浪漫時期的交響樂的話, 理想的殘響時間可能大概是兩秒鐘左右, 但如果是流星音樂或是爵士音樂可能就要短一點點會比較好。 那我們做音樂的時候要怎麼讓它有回音呢? 當然產生回音最直覺最直白的方式就是直接到一個有回音的地方去錄音嘛, 這也是大部分的古典音樂專輯產生回音的方式。 那如果你要錄一張例如說古典鋼琴的專輯, 然後你又剛好可以接到像是國家音樂廳之類的有很好聽的回音的場地, 那你就直接把現場產生的回音錄下來就可以了。 不過使用天然回音會有兩個問題啦, 第一個是你不一定會有預算能夠接到很好聽的回音的場地嘛, 那二來是場地回音的音色跟長度也不一定可以合乎你音樂的需求, 然後你也完全沒有辦法可以調整它。 既然說借外面的場地這麼麻煩, 我們剛剛前面不是說在廁所裡面唱歌會很好聽嗎? 那為什麼不用我們自己家裡面的廁所就好了啊? 早在1947 年,我們人稱現代錄音之父的 Universal Audio 的創辦人 Bill Putnam, 就發現了廁所的強大。 Bill Putnam 當時經營一個唱片公司跟錄音室, 他覺得他錄音室裡面的回音不好聽,錄出來聲音都乾乾的, 於是就突發奇想把他的錄音室的廁所,改裝成了一間回音室。 這個回音室的用法很簡單,你就是在回音室裡面放一些喇叭, 然後你就拿其他地方已經錄好的聲音到裡面播放, 再用麥克風把回音室產生的錄音錄下來。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部分是,他把廁所改裝成回音室之後, 那他要在哪裡上廁所? 反正反正,歷史上第一張有人工回音的專輯, 或者你要說歷史上第一張在廁所播放然後再錄起來的專輯, 就是Bill Putnam 的唱片公司 Vita Acoustic 出版的 Peggle My Heart, 演出者是三個人的口琴團體,The Harmony Cat。 這張專輯在發行的三年內就賣超過一百萬張, 登上了告示牌排行榜的第一名,所以你就知道廁所是有多厲害了。 但是也不是每個人家裡都有多一間廁所可以用嘛, 於是就有人想出了機械式回音器這種東西。 機械式回音器的運作方式就是, 你先把聲音傳導到一個物體上面,讓那個物體震動, 然後再把那個物體的震動用接觸式麥克風給它錄出來變成聲音。 機械式回音器通常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彈簧,另一種是金屬版。 彈簧回音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用彈簧,彈簧很難想像對不對, 來當一個共振物體的回音器,你就把聲音接到彈簧的一端, 然後再從另一端錄下彈簧的震動。 彈簧回音的聲音會有一種很難形容的彈簧的質感,我們就直接來聽聽看好了。 哈囉哈囉,這是我講話的原始聲音。 哈囉哈囉,這是我的聲音經過彈簧回音效果器之後聽起來那樣子。 那除了彈簧之外,我們還有金屬版回音。 它跟彈簧回音的原理是完全一樣的,只是它是用鋼板, 而且通常是很大片那種鋼板,來當作共振物體。 那因為鋼板是一個2D平面嘛,那彈簧的話就比較像是一條線,就是1D而已, 所以鋼板可以形成比彈簧好像更複雜的回音。 那我們來比較看看彈簧回音跟鋼板回音的效果。 哈囉哈囉,這是我講話的原始聲音。 哈囉哈囉,這是我的聲音經過鋼板回音效果器之後聽起來的樣子。 哈囉哈囉,這是我的聲音經過彈簧回音效果器之後聽起來的樣子。 歷史上第一台金屬版回音器是由德國公司EMT製造的EMT140, 它超大,然後重達270公斤,不過我也沒有用過真的啦。 那這台機器在1960年代非常非常紅,當時很多專輯都有經過它的處理, 像是Pink Floyd 樂團的Dark Side of the Moon 專輯, 就是整張唯一使用EMT140當作回音器的例子。 不過我沒有辦法在YouTube上面播放啦,你可以自己去搜尋聽聽看。 當然後來我們有了電腦之後,就越來越少人使用彈簧還是鋼板之類的實體回音器了, 現在大部分的編曲軟體幾乎都有內建回音效果器, 像是 Reason 內建的 RV7000,就是一個功能非常強大的回音效果器。 這個 RV7000 有很多不同的演算法,可以模擬各種空間的回音, 或者是要模擬前面所有的彈簧或是鋼板都可以,我們來聽聽看一些。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這是我講話的原始聲音。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 這個是只有三公尺的超小房間的回音。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這個是大房間的回音。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這個是音樂廳的回音。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這個是大型運動場的回音。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現在是鋼板回音的模擬器。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現在是彈簧回音的模擬器。 剛才前面那些都只是單純用數學公式去模擬出來的回音, 不過大概最近十年,隨著我們電腦的運算能力越來越強, 有另外一種形態的回音效果器,叫做 Convolution Reverb,也開始越來越流行。 Convolution Reverb 就是你到某個實體的空間去,直接採樣那個空間的回音, 然後它在電腦上就可以直接重現那個空間的回音效果。 這個東西很神奇喔,你聽聽看這個聲音檔,是一個在地下停車場刺破氣球的錄音。 Reason 的 RV7000 也有 Convolution 模式,所以你只要把這個錄音輸入到 RV7000 裡面, 它就可以模擬出我在這個地下停車場講話的感覺了。 哈囉哈囉,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我現在位於虛擬的地下停車場。 像是 RV7000 這樣子的回音效果器功能已經非常非常強大了,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如果你在做音樂的時候要用它,你還是需要有很多的專業知識,要知道每個參數要怎麼設定。 而且一個聲音加入了人工回音之後,可能會產生不好聽的共振, 或者是回音當中的某些頻率去把原始聲音蓋掉等等的問題, 那都需要回音的人很有經驗,而且要花很多時間調整,才可以變得很好聽。 不過沒關係,在2020 年回音效果器界出現了一個新的黑科技。 我們一開始不是說 iZotope 要送給大家兩份 RX8 嗎? 其實 iZotope 也有問說我自己想要什麼啦, 那上個月我看到他們推出了一個新的回音效果器叫做 NeoVerb,我就說我想要那個, 那 iZotope 就馬上送我一份了,反正原價才 250 美金而已,便宜啦。 這個 NeoVerb 是一個人工智慧回音效果器,用過之後我必須說我真的是太驚艷了, 之前我用 RV7000 可能要花 20 分鐘才能調出來的東西, 那現在只要用 1 分鐘就自動搞定。 而且它人工智慧調出來的效果,比我手工調的還要更好聽, 而且它用起來超簡單,我現在就示範給你看。 我們來拿檸檬卷唱的這個蛋餅歌當作材料,這個是原始聲音。 然後我們就打開 NeoVerb 進入它的回音小助手功能, 你看它沒有給我們一堆反覆的設定,它只是問我說想要真實一點點還是要夢幻一點點, 然後有 5 種空間大小可以選。 例如說我們就選稍微偏夢幻,那大小就中等好了。 然後在下面我可以選擇我的回音想要什麼Fu,第一個是乾淨Fu,聽起來像這樣。 真高興我想要吃蛋餅,為什麼我想要吃蛋餅。 然後是昏暗Fu。 真高興我想要吃蛋餅,為什麼我想要吃蛋餅。 第三種是明亮Fu。 真高興我想要吃蛋餅,為什麼我想要吃蛋餅。 最後一種是空氣感的。 真高興我想要吃蛋餅,為什麼我想要吃蛋餅。 你決定好之後就按下一步,它的人工智慧就會分析你的聲音, 自動幫你切除容易造成不想要的共振頻率, 然後還會自動把回音當中容易蓋掉原本聲音的頻率關小, 最後同時幫你建立好反射、鋼板回音跟音樂聽效果。 然後你用中間這個地方就可以混合三種回音成為你最後想要的效果。 下面這個Pre EQ 跟 Reverb EQ 就是它的人工智慧自動幫你做的頻率調整。 如果我們把它關掉的話,你應該就會覺得這個回音聽起來比較髒, 會有點讓原本聲音聽不清楚的感覺。 那我們把它開回來再聽一次,你應該就會覺得整個聲音變清晰了。 超級快速好用對不對? 如果是用一般的編曲軟體做這樣的效果,你需要開三個不同的回音效果器, 然後每一個個別設定、演算法、頻率分佈、回音長度等等的, 然後還需要來回測試調整很久才能做出接近的效果。 但是有這個 New Verb 之後,就算是混音技術沒有很好的人, 也可以一兩分鐘之內就調出很漂亮的回音了。 不過 New Verb 雖然有這個懶人白痴模式,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自己手動設定每個細節還是可以的啦, 不過我覺得它的人工智慧比我自己的耳朵還要厲害,應該是不需要我手動設定了。 然後如果你想去聽檸檬卷唱蛋餅歌的完整版,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部影片的回音就是用 New Verb 做的喔! 那最後終於到了大家最期待的大放送時間了! iZotope 提供了兩套價值 400 美金的 Rx8 聲音編輯器的標準版要送給大家, 那你只要在這個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你為什麼很想要得到 Rx8 以及你想要用它做什麼, 或者是在 Instagram 上面先追蹤好和弦的官方帳號, 然後發一篇貼文或是現實動態, Tag 好和弦, 同樣告訴我為什麼你想要得到 Rx8 就可以囉! 然後我會在 YouTube 留言這邊,跟 IG 那邊各隨機抽出一個幸運得主, 那一個禮拜之後會在 YouTube 的社群貼文跟 IG 的官方帳號那邊同步公佈得獎人喔!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回音的故事,希望有讓你學到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東西囉! 那在影片的最後當然是要感謝贊助這部影片的好和弦會員們, 謝謝你們的贊助,讓好和弦可以多活幾天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請記得考慮我的網項圈, 記得按下大幫幫忙,然後就加入我們的 YouTube 頻道會員, 以實際中支持好和弦,讓所有人都可以去享受免費Rx8廟廣告的音樂課喔! 那今天就這樣,我是Vui,觀眾朋友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